字幕志愿者 林立仇 作词 包裆 这下人梦 说话 我 要以 要像你的母親 安婦在我們身邊 一間奏路來 讓你的家鄉親 照顧她 感謝祖父 感謝祖父 在戲劇裡 我們看到慈悲的廉池大師 讓弟子在寺院中 安養年脈的母親 但是此舉卻引起 大眾的疑惑和議論 事實上在佛教裡 這樣的安排是否合宜呢 而重視孝道的佛門 又有哪些菩薩的行儀 值得我們效法呢 今天我們很高興邀請到 中山大學中文系 吳孟健教授 來跟我們一同探討 老師您好 主持人您好 首先我要請教老師一個問題 就是廉池大師 在著作裡頭有沒有提到一些 關於僧人敬孝 或他對孝道的一些看法呢 是好的 那因為廉池大師他本身 是個儒生出身的 所以他對於儒家的這個 重視孝道 我想也是根植於他的心中 那當然在他的著作中 竹窗隨筆 就有提到了很多 僧人敬孝的這方面的思想 那我先講一個 就是他當時給僧人 雲七寺的僧人訂的這個僧約 十章裡面 其實就有一條提到說 如果不孝父母者 就不能夠留在僧團 是非常重視孝道的 至於剛剛提到的 竹窗隨筆裡面的內容 我這邊就舉出三個點 來跟大家分享 第一個是提到說 僧人是否應該 孝順父母這個問題 那在竹窗隨筆裡面 廉池大師提到說 他設了一個問答 就是說有人可能會質疑說 廉池大師在僧約裡面 對大眾這麼的嚴格 就是不孝父母 就要呵斥他 責備他 那這樣子的話 會不會就是讓這個出家人 他內心中會想說 我既然已經割愛慈親出家了 那來到僧團裡面 被這樣斥責 會不會又引動起 他內心中的一些 對於世間的情質 那有這樣子的一個質疑 他就駁斥了這樣子的一個看法 他說其實在佛門裡面 釋迦牟尼佛他也是經歷了 因地修行長節以來 積累這個報清恩的種種的 因地的功德 最終來才能夠有這樣子的資料 成為無上正訣 那同時他也引用了一些經典上面的例子 比方說他引用梵網經 提到說戒律雖然有種種的重型 可是是以孝為宗 另外呢他也提到這個 觀無量受佛經 提到說如果我們要這個往生淨土 那就要積極這個敬業的正因 其中第一條就是孝樣父母 所以他引用了這些經典的例子 來說明說其實這個僧人重視孝道 其實是不違背於他本身的修行的 那同樣的他也提到說 其實現實的情況有很多人 他是表面上說他這個割愛慈欽 好像跟這些世間情質都沾不上邊 但是事實上他在道場裡頭 也時常跟這些施主 有一些很密切的私人往來 乃至於跟他的這個弟子們 有種種的這種類似父子之情的 這樣的情職在 所以說把這些本來非親的 你都當成親 而自己說這個自己 不要這個奉養父母 辭親出家沒有情職 這豈不是一種顛倒嗎 這是蓮池大師在竹窗隨筆裡面 提到的第一點 那第二個例子要分享的 就是說佛制跟中國的國法之間的衝突 僧人是否要拜父母這個問題 那在佛制裡面當然是出家人比丘 是不拜父母的 可是在國法裡面 這個明代是規定說這個 佛道的這些出家眾 他還是要拜父母 那所以如果選擇一邊的話 就會跟另一邊抵觸 所以就會有這樣子一個矛盾在 那蓮池大師是採取調和 折衷的態度 他說其實僧人拜父母的時候 他並不是在拜一個世俗緣分的這樣子的父母 而是父母其實就是我堂上的佛 所以我其實是在領禮佛陀 那父母接受比丘的這個禮拜的時候 他或者是避開 或者是這個回禮 回拜 那他回拜的時候也並不是說 我在拜我世俗的孩子 而是在拜一個佛陀的這個弟子 所以是用這樣子的一個心態 來互相理盡的話 其實就不會有這樣子的矛盾跟衝突存在了 那再來第三點就是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提到說這個世間效與初世間效之間 它有什麼樣子的差別呢 蓮池大師提到說 世間效不外乎三種 這個在生理上心理上 能夠奉養父母 能夠給他們衣食保暖 那能夠盡可能的讓雙親能夠開心 這是第一等 然後再來第二等 就是更高一層的 就是你能夠有這個功名 然後這個讓雙親的對你的期待 能夠得到輔慰 那這是第二等 第三等呢 就是最高一等的就是說 你能夠立身陽明成為聖賢 那等於說是立身行道陽明於後世 以顯父母嘛 這個是孝經裡面講說是孝之中也 這是孝的最究竟的層次 這個是還是在世間法的層次 所以蓮池大師進一步產發的就是說 其實還有佛門裡面 他能夠進到出世間最究竟的孝道 那這個孝道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站在他 成為一個淨土宗師的立場 能夠幫助親人解脫生死苦海 能夠幫助這個雙親離開城垢 所謂助親離成垢 此道方成就 所以他等於是有一個兼顧了世間 跟初世間的說法 然後去調和折衷 其實從中你可以看出 蓮池大師學問非常好 那同樣第二個我有一個疑問想請教教授 就是佛門其實也是重視孝道 剛剛教授你一再強調 那在佛教的典籍裡頭 有沒有一些是關於孝道的題材方面的 可以跟觀眾朋友分享一下 是 那當然最有名的一個例子呢 就是地藏經 那因為這個地藏經有佛門的孝經之稱 地藏菩薩他在陰地修行的時候呢 曾經身為佛羅門女 曾經身為光木女 那在當時他是發這個 看到自己的母親墮到惡道 非常的不忍 因此這個發大怨 而且供養三寶 那用這樣子的功德力呢 幫助自己的母親能夠脫離惡道 而升天 那所以地藏菩薩在這個修行的過程中 因為這個孝心 而讓他發動了 這個廣度一切眾生的廣大菩提心 因為就是因為這一念的孝思 所以讓地藏菩薩發願要這個 眾生度盡方程正絕 地獄不空 事不成佛 所以這個孝心其實不只侷限在當生 這也回應到剛剛我們提到的 蓮池大師的一個說法 所謂的出世間的孝道 他就是要徹底的幫助自己的親人 離開生死之苦 所以他等於就是說 從兼顧到世間 那剛剛老師已經提到的就是 地藏菩薩等於是 印證了蓮池大師的一個說法 因為最後是最終最終 還是要讓你出離苦海 然後解脫成佛 那才是真正的究竟的大笑 就是佛門等於是說 佛門對孝道的一個看法就是了 非常感恩老師你的解說 因為您這樣講 我們就比較清楚了 感恩老師的分享 感恩 在佛教裡頭 真正的大笑 就是要幫助父母 引引父母來學佛 最後能夠出離煩惱 解脫生死 邁向成佛之道 感恩您收看今天的高僧行儀 接下來請繼續收看 高僧傳 蓮池諸宏大師 快點 失敬 OH tongues 國zać樂 叔父 你人民生活在愚宠心 你當為你的母親 你貓活氣 救生死褲 射出才是為 Peng儒 布达亲吻 最好的奉获 得主妙妙 多谢叔父开心 奥义多佛